我是在2013年4月11日那天 在工作的时候 从三米高的地方踩空 掉下来 造成我颅内的出血 跟腰椎神经骨折爆裂 在中国药学院经历了 4个小时及14个小时的紧急手术 躺了两个多月才出院 一直到出院之后 我才知道 我的腰椎神经一旦损伤 我这辈子就没办法再正常的走路 这给我很大的打击 也造成我开始陷入很深的忧郁当中 因为很害怕 我没办法再工作 没办法再正常的生活 有一回我感冒了 我到一家紧急手看病 这医生就是 带我走进京旗教会的周医师 然后我就每个礼拜来参加主日 好像第二次 我在主日完之后 后面有三个人 我完全不认识的人 那时候周医师也在我后面 他就问那个周医师说 可以不可以为你这个朋友祷告 我走出来之后 在大庭广众之下 在草坪那边 他们三个轮流为我祷告 我到现在 他们从祷告第一 大概第一几句话之后 我就一直哭一直哭 因为我到现在还忘记他们面貌长什么样子 从此之后我就觉得 那个我就不再吃忧郁症的药 从那一天隔天之后 我就没有再吃忧郁症的药 所有的神经外科医师都认为 人的中枢神经一旦受神 最多到一年半之后 就不会再进步 那我也是从出院之后 开始是拿着摸字型拐杖 在做复健 一直到后来 拿着这个单脚的拐杖 在做复健 那我现在 从出院 从受伤到现在 我已经超过两年多 我发现我现在 我受损的左脚 已经能够撑起 我整个身体的重量 我相信神还继续在医治 我的脊椎神经 那时候受洗之前 我曾经 有一次晚上 我自己脑中有一个问题说 嗯 如果我没有经历过这一次的意外 那我还像以前一样过那种日子 我是要继续 我宁愿过以前那种日子 没有受伤 像一般人 一般人这样子过日子 或者 我宁愿选择说 我遭遇这个意外 然后能够认识出 我会选择哪一样 那要受洗之前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是说 我是不是会选择 前者或后者 但是 我今天真的 很感谢主 让我经历这个 我如果没有经历这个意外 我真的没办法认识出 上帝 感谢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